本節目內容只代表個別嘉賓及主持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自有文明以來 人類就懂得利用騙術去誘捕獵物 文明越進步 伴隨以來各式各樣的謊言 龍虛造假的伎倆推陳出身 百花齊放 時至今日 煙幕、忍性催眠、誤導性的包裝 已經將造假的造藝推向極致 究竟這個世界 甚麼才是真的呢? 在這裏 我們為大家結開 不聞說的真相 好,回來不能說的真相 今天我們繼續有中原 浩西和我野草 主持《不能說的真相》的第幾集 不知道 我覺得已經是三位數 應該是二集 二集 在這個台系 另外我們在舊時原網台 加起來 甚麼舊時 我們現在兩台聯播 我想五十多集有 一定有 每次錄三至四節 加上有些特別的 都做了很多事情 很累 今天有點生病 說回今天的話題 我們很感激浩西 大病都仍然是來參與錄音 看完我不要亂說話 其實上兩次錄音 中原都有點割 我們真的很感謝他們兩位 身體不是很舒服 大病上身 但是仍然是不忘為大家說真相 看看你何時病一次 真的會猜過你的嘴巴 我們今天是說Camp Trail Camp Trail有些承接到 我們其實上個星期 在說那些NanoTag的事情 是呀,其實Camp Trail 這件事我都想說很久 我也是關心了這件事很久 不過先開宗名義 甚麼是Camp Trail Camp Trail 我先用一個沒有知識水平的普通人 可能還有很多香港人未聽過 先說英文名字 先讓人聽一下 C-H-E-M-T-R-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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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些是一個很正常的熱空氣 那純粹是水蒸氣 那些就應該是沒有甚麼害 是的,沒錯 而Camp Trail 也真的見了很多十年了 應該是差不多有飛機以來都會見到的 就是一個很簡單很正常的物理現象 是的 因為有些熱的引擎的蒸氣 就噴出來 就將空氣裡面的一些水份 凝結出來 那你就會見到它 有一條白色的尾巴 是的 但是那些通常 三兩分鐘就散了 很快就消失了 很幼的 是的 而且是幼的 其實我們見慣飛機噴出來的Camp Trail 只要在一些高的地方 濕度夠高 它就會慢慢消失 其實最久都不會超過半個小時 很多人都分清楚 半個小時已經是很好 很誇張 除非當時的濕度是非常之高 多數來說是一分鐘之內是沒有的 是的 又或者大家不要將它混淆了一些花式的飛機 在國慶、會演的地方 那些有顏色的 那些可能會持久一點 那些都是化學物質 都是有毒的 但是遠遠沒有Camp Trail那麼毒 其實我們講的Camp Trail 有點像我剛才說的那些化學 都是飛機噴出來 都是一些化學物質 都不是一些自然的東西 是的 但是Camp Trail裡面的成份 當時是一些化學的混合物 它是故意在飛機噴出來的 還有目的是改變我們的大氣結構 或者對人類有些影響 因為它是故意噴出來 所以你看到它有可能是很闊的 很闊很長 在空中維持很久 其實跟Camp Trail的分別是非常明顯的 應該不容易撈亂的 其實我們前往這麼核心的部分的時候 我一定要講一下Camp Trail的歷史 因為我們其實兩年前在原網台都想說過 當時Camp Trail來講不是叫做新的 都已經有幾年聽了 但當時我們都沒講 因為發覺資料不充分 也都時間未成熟 今時今日我們確實搜集了多了很多資料 所以中原剛才所說的 這麼核心的一個陰謀的部分 待會我們美美到來 我還想講一下Camp Trail和Camp Trail的分別 如果我們搭飛機噴射出來的營結尾噴流 通常都是單一方向的 可能由東邊滑過去西邊 只是一條線 但Camp Trail就很不同 它就會在天空上交織成一個網 也會在同時都在上面高空來回走動 它就像是一個天網一樣 去完北就回到南 由南然後北 再南向北 你看到左右交叉好像在畫一個大井 南北沿之後就在東西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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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總之它佬繩了天羅地網 就像一個旗盤放在天空上 如果聽眾未見過的話 其實應該是上網立即打Camp Trail這個字 就應該會見到很多圖片很多相片是非常非常多的 除了可以看天空上高的Camp Trail之外 也都可以看一些衛星拍下來的圖片 你會見到地球譬如北美洲 被一條條的白色的線畫得很像橫皮學生用白色粉筆畫黑板 像桃鴉一樣 不過這些Camp Trail畫了一個旗本出來 就不會那麼容易消失 而且它會擴散 過了一段時間差不多半天 可能四五個小時 它簡直會變成一天 擴散到差不多遮蓋了整個天空 所以其實在Camp Trail經常被噴灑的一些國家 其實他們這十幾年來 有紀錄日照的時間是少了很多 究竟有些什麼國家會見到有Camp Trail的 多數是美國、加拿大、歐洲、澳洲、紐西蘭這些先進的國家 還有墨西哥 好幸好中國是比較少的 幾乎沒有中國 但是在香港我自己就見過很多很多 不是說香港也有 香港我見過很多很多 很多 很多次 你可不可以說說在哪個地方見到 你什麼時候見到的? 日後什麼終點? 我應該就是從2010年開始見到 其實我Camp Trail聽聞很久了 看相片也看了很多年 但是一直都沒有覺得在香港有出現 給我的印象都是我還是在外國 但是應該就是2010年左右 我第一次見到 為什麼香港上高的天空的雲 那麼多條這麼長 但是那時候其實不是百分之百 是很像Camp Trail那樣 所以我是懷疑 我懷疑 但是之後沒有多久 一兩天 我就真的見到有飛機在那裡噴 然後也是很清晰的 一條條的Camp Trail 他也交織了一些中環交錯的網 其實香港就不至於 歐美噴得這麼嚴重 通常是幾條 就不至於交織到一個網 最嚴重的是有兩三天 兩三天真的有六七條在天空 這樣也算是一個簡單的網 究竟在哪裡見到 我很關注這件事情 我在北區 新界北 北區粉嶺上水那邊見很多 在九龍塘也見過不少 其實如果你在香港見到 其實你住九龍新界都沒有分別 因為香港是1048平方公里而已 如果它要噴灑的地方 它不會只是噴灑上水 或者是定點針對上水 而是整個香港都會圍繞的 而且根本我們在市區裡 都不會單頭忘天 你在市區裡 說真的你也是在看馬路行街 可能會少一些人注意 在香港一定都會遭遇 香港人太過忙於賺食了 忙於看手機 所以他不會看天空 除了忙於看手機之外 亦都是每個人在室內工作 大部份香港人 都是在室內做一些文書的工作 不會看到天空 很可惜 逛街的人也很少去看天空 那是我這些無聊的人才經常去擔天 你關心我們的宇宙 只是去擔天望地 那你看到之後 你有沒有作出什麼反應 我有擔心 但是明知道擔心來也沒有用 口罩也沒有用 是一種很無助的感覺 我看到這些是影子政府對我們做 對我們全人類做的一些惡行 是不好的事情 但是我站在那裡看著他噴 是一些事情都做不到 是覺得很無助的 那你有沒有找警察叔叔 我沒有 這麼大件事也沒有 我沒有 但是有一次 我的確是看到天空噴到這麼大 在上高我真的忍不住 明知沒有用 我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就去區議員那裡投訴 去到區議員那裡 我就說 首先其實是那位區議員 當時其實不在這裡 就是他的職員出來 我就跟那個職員說 你看看上高天空為什麼會有這麼長 這麼寬的雲 然後他說 哎呀是呀 我都沒有見過 他以為你和你 他以為你跟他聊聊一些浪漫的風景 對 我說我現在要投訴 我投訴天上的雲 我投訴飛機噴這些東西出來 污染我們的環境 然後他再聽說下去 我進一步就說 這些就是什麼什麼 是故意來毒害我們 他沒有告訴你 他因為不相信 他在我們的天空 是散播有毒物質 然後我看到他好像 歐嘴 對 歐嘴 即是不相信 你不相信 其實不只在天空 我們這些食水都被什麼什麼在那裏下毒 吐就是有毒的 然後他更進一步 認定你是神經失常 更進一步 好像不懂回答我 好像很confused 他有沒有叫你回中學 找你的法學老師 看看這是什麼問題 他也不知道怎麼回答我 看到這個傻子 那就是不了了之 也不是 他有沒有跟隨 我堅持 我堅持說要投訴 然後終於 不知道幾多日後 就看到區議員 就跟他說 區議員都很好心 他幫我做紀錄 有位市民想投訴飛機噴一些 不明的有毒物質出來 他就幫我問天文台 然後沒多久 我就收到天文台的回信 真的有做事 是的 收到天文台的回信 透過區議員先生交給我 就說 市民你不用擔心 這些只不過是contrail 因為它是英文信 就有這個字打出來的 這些只不過是contrail 沒有問題的 其實當時你見到那個飛機 有沒有標籤 因為都很高空 所以我不敢肯定 但是感覺就是很純淨的顏色 你意思是一隻實色的 什麼叫純淨的顏色 就是白色 很純淨的 認不到有什麼標記 其實看著飛機噴 都是很多次的 有試過有一次看著飛機噴 然後我看上天 我聽過別人說 香港人很有趣 如果一有人看著天 用手指指指下 即使什麼事都沒有 其實即使什麼事都沒有 都會有人跟著去看 所以我就試一下這個策略 但是我再看著周圍的人 沒有人跟著我看的 為什麼不可以 即使我想人跟著的時候 都沒有人跟著 我想香港人可能 真的忙到看天的時間都沒有 分類到周圍的環境 我講講我的經驗 我自己一直沒有見過 Camp Trail 我都沒有見過香港 要是你都是忙於工作 在辦公室裏面 有時候週圍的時候 我都喜歡去郊外 都喜歡盲天 但是我香港真的沒有見過 但是有幸有不幸地 剛剛過去的聖誕假期 其實我去了旅遊 我自己去那個地方 就要轉機 轉機的時候 就經法國的巴黎 我就留守巴黎幾天 再玩多幾天才回去 當時差不多到尾聲的時候 還有兩天回來香港 12月30號 我很記得是12月30號 我就去最出名的地方 發覺那個最漂亮的博物館 就是羅浮宮 我走到羅浮宮 那個大的廣場那裡 就拍照留念 三高頭望上的天一望 咦? 我見到旗盤 很害怕 因為我自己那時候已經開始 在做資料搜集 很清楚是有什麼事 我立刻就拍下照片 這個照片 其實我們可以嘗試上 網頁上去 杜思親自在法國拍出來 這是我自己親眼看到的 一個Camp Trail 我一看到我也害怕 我就馬上走 因為我知道它慢慢擴散之後 天羅地網 我就走不掉 然後我就離開了那個內房空的地方 去到遠家的地方 去旅遊 這張照片 就跟大家分享 其實你們都在香港 或者旅行期間 在法國發現這個Camp Trail 其實最早有市民 民眾發現 其實是1996年 那時候有美國的民眾 就說 咦?在上空上面 有一些奇形怪狀的營結尾噴流 那他們將這件事 就報告給政府 和他們州政府 有這件事 那他們就說 會不會是美國空軍 用一些不明耐力的飛機 向民眾噴上一些神秘 或者有毒的物質 那這件事 他們市民就向官方投訴 但是官方給回來的答案 都是禮口否認的 即是說 無論軍部也好 州政府也好 他們說沒有這一回事 這個只是普通飛機 滑角天空所噴發出來的Camp Trail 所以說 其實你說Camp Trail有了多久歷史 如果有紀錄顯示 是由1996年開始 即到現在 超過差不多有十五、十七年的時間 是在發生著Camp Trail 其實有噴就噴了很久了 但是1996年就已經開始噴了 但是如果要變本加厲 應該都是二千年之後 在歐美的地方 已經開始大量噴了 他們的日照時間已經短了很多 以前就一直 各個官方就自口否認 即是說這些Camp Trail 是很正常的事情 其實最近這兩年 開始有些變化了 不過我想提起 其實我說 我在香港見的經驗 其實都是從2012年初 到2012年初 但是很奇怪 就是2012年的夏天開始 就見少了很多 幾乎沒有什麼見過 不可能你投訴有效了 可能是 就覺得很奇怪 亦都很欣慰 終於可以在香港很放心地 逛街和逛山 會不會是因為晚上噴 你不知道 或者是 但是我相信也沒有 但是很不幸 昨天我又在香港見面 又見面 沒有見過大半年 昨天我又在香港見面 好 我想我們可以進入一些 核心的課題 好 其實 剛才提到Camp Trail 這件事 中原你提到96年 沒錯 96年開始有 但是你用飛機去噴灑化學物質 這件事 應該不是新的東西 是 如果你追溯到飛機的噴灑 其實可以 譬如去越戰的時候 美國就是因為 可能不可以很快 打不贏 不可以很快手清除 他們的敵人 所以就在越南的領土那裡 噴大量的除草劑 這些除草劑其實有很多種 一罐罐 主要是由兩間公司製造 一間是什麼 萬山都 也是他 另一間就是Dao Chemical 其實也不是百分之百 由Monsanto一手炮製 還有Dao Chemical 也有份 而Dao Chemical 這個道士化工 都是惡冠滿形 如果有上一年多的人 都會知道 在印度 1984年都發生了一個很嚴重的化工廠的意外 其實也是死了很多人 也是Dao Chemical的工廠 不過野草劑剛才說 是噴灑除草劑 是的 除草劑 其實當時他們噴灑的那幾種除草劑 都是有一些大罐去裝著 而這些罐上高是會有一些有顏色的橫 有些是橙色 那一種就叫做Agent Orange橙劑 另外一種就是藍色橫 就叫做Agent Blue 又有一些叫做Agent Purple 又有Agent White Agent Pink 其實是很多種 每一種都有不同的成分 不同的毒性 最有名的就是Agent Orange 在越南是大量噴灑 毒死了很多人 除了在越南噴Agent Orange 他們跟著也噴大量的Agent Blue Agent Blue主要就是用來殺那些稻米 其實Agent Blue 都是噴在越南 是的都是在越南 Agent Blue就是令到稻米乾水而死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除去令到那些越南的軍隊沒有食糧 尤其是當時打油擊戰 共產黨打油擊戰是最厲害的 躲在山區裡面 基本上美軍打了這麼多年 都打不贏了 那個就是除去那些樹林 就是靠Agent Orange 另外靠Agent Blue就是除去那些稻米 稻米田 就令到那些軍隊沒有食糧 是兩個不同的功用 我知道那些橙劑 其實降落在土壤上 除了會令到很多的植物腹亡之外 或者那個地方再次寸草不生 最大的問題就是那些有毒的藥物 就會滲到泥土的表面 以及污染地下水 當你吃回地上種出來的食物 或者河邊的水 你就會連帶橙劑去吃落土 亦都因為這樣 有很多的小孩子 或者是兒童 這樣就種了毒 然後呢 媽媽喝了之後 他生下一代 就產生一些基因的問題 令到他生出來的BB K型 龍啞 斷手斷腳 或者智力有問題 受災已經是超過300萬 如果你現在 或者聽眾有去過胡志明市 應該就去看看他的戰爭博物館 我自己都參觀過 裡面就有很大的蝙蝠展廳的部分 就把這些所有 Agent Orange 他帶來的整個災害 所有K型的兒童 成年人 癌症病患的個案的圖片 都拍出來 你會覺得很難自信 會用這種手段去 用在戰爭中 殺害了這麼多無辜的人 其實這個產劑的毒害 危害性是非常大的 其中裡面有一種毒性成份 就是DDT 他已經被聯合國世衛 禁止採用的一種農藥 其實兩年前 蘋果日報都有報導過 這一幫受產劑影響的越南兒童 原來去到這一代 已經是差不多 由越戰到現在 是超過兩至三代人 但仍然有不少的小孩子 是因為感染了一些產劑的毒性 在自己的身體裡面 仍然是有殘缺、智障 即是說 現在有很多在越南的受害者 他們是經歷過幾代之後 那個產劑仍然是遍佈在越南的土壤裡面 不過我們今天就不是講 Agent Orange 如果大家想知道多些 其實聽回我們在元網台 第一季那裡 不知道頭幾集都講過 即是講基因那裡 好像那一集我們有講過 但是我想講的 我為什麼要把這件事提出來 就是說 其實他們噴Agent Blue 殺害了大量稻田的時候 其實就是 令到很多越南的平民 是要喊我 你看到其實美國軍方 為了達到目的 他們是在所不惜的 就不會重視一般市民的生存 現在噴Agent Blue 其實也一樣 他們是在所不惜的 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 究竟它背後有什麼陰謀呢 我們第一節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當然 好 那我們第二節再談 好 那我們第二節再談 在這裏面 我們嘗試抽屍剝繭 探索真相 當你以為已經看得清楚的時候 你會發覺 有時候 黑幕背後 隱藏著更多陰謀 真相背後 原來還有真相 好 我們又回來 《不能說的真相》第二節 我們繼續講Camp Trail 剛才又做了幾個擁場的介紹 現在第二節 我們應該去一些比較核心的 一個陰謀的議題 是嗎 Camp Trail裡面有些什麼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有些什麼呢 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我們首先講一下它 其實有些重金屬 重金屬有很多種 包括了鋁 有貝 貝 可能一般人比較少聽 英文就叫做Berium 有Mercury 即是水銀 有鉛 有Titanium 即是鈦 還有一些放射性的金屬都有 包括了油 即是Uranium等等 披霜、鑲、鑲、油 是超過十幾二十種 是的 連披霜都有 你還不是說它是故意去讀我們 當中其實很多這樣的化學物質 都可以說是具有劇讀 有些還非常昂貴 你說Titanium 我相信是一個比較貴重的金屬 都噴出來究竟它背後有什麼陰謀 我們逐樣講 現在先講一下 我們比較認知一些 比較熟悉一些 好像鋁 剛才我提了很多種的重金屬 不過如果以量來算 最多的應該是鋁和妹 為什麼 在美國很多不同的地方 都有些有心的人士 是去獨立搜集一些 Camp Jail的 sample 拿去化驗 都會化驗到這些東西出來 為什麼會噴這麼多鋁出來呢 其實鋁對人體 或者大自然有什麼災害 主要是腦 其實鋁最主要對我們人體 最大的損害就是腦 因為原來我們的腦裡面 如果沉積太多的鋁 可以引致我們智力下降 紀力衰退 行動遲動 換齒 有醫學界的報告都研究過 很多老人痴癌症 這樣的病患者 原來他們的腦組織裡面 含鋁是比一般健康的人高10至30倍 就是說如果你身體摄入過多的鋁 就會導致你有這個紀力衰退 甚至加劇了你的老人痴癌症的現象 在美國的那些家庭公園裡面 即是那些工作人員 即是去首項那些管理員 管理員 就叫Ranger 其中有 就是Ranger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工作 其中有一個已經退役了的一個 家庭公園管理員 叫Francis Mangos 他專門搜集那些土壤的樣本去做紀錄的分析 所以其實他一直記錄著整個土壤這麼多年以來的變化 他在做那份工作的時候的包袱在那裡 可能他看到有不妥的事情 都因為工作的身份理由 他可能沒有說出來 但當他退休之後 他公開出來 在過去的三十年裡 從他第一次採集土壤的樣本 直到他差不多退休的時候 即是幾年前的時候 他發覺在家庭公園裡 土壤的那個女的含量 是多了多少倍 二萬四千倍 如果多了二萬四千倍 一定不是天然的了 我應該再要修正一點 應該他說是二萬四千倍 就是多過正常可以接受的程度 二萬四千倍 你知道以前採集那時候 其實他一定都是 below這個危險的程度 當然 他現在超過了那個正常的程度 是二萬四千倍 所以可以很肯定告訴大家 在美國的土壤裡面 已經是很嚴重地被女污染了 這個一定不是自然現象 有什麼原因會導致 突然間多了這麼多女 這個Camp Trail 就是一個非常大的嫌疑 除了女之外 還有其他的問題 不過其實女的害處都不止那麼少 不只是剛才阿鍾元提過的 損害腦或者老人癡癌症 其實除了令我們的記憶力 腦部受損之外 其實女都可以導致我們骨質疏鬆 因為如果我們身體 涉入太多的女 就會影響我們的輪 和鈣的正常代謝 最終就會導致我們的骨質 變得脆弱 然後就會有骨質疏鬆症的出現 第二就是會令我們有些腸胃的問題出現 因為骨質疏鬆在身體裡面 就會令到我們的胃蛋白霉 那個分泌能力減少 如果長久受骨質疏鬆 就會導致我們腹脹 消化不良 引起一些腸胃病 如果對骨質疏鬆 都是一個很恐怖的事 它會令到我們加速衰老 和出現皺紋 無論如何 只是一個鋁金屬 我們說了這麼多 都未完結了 不好意思 其實鋁也會累積在我們的腎、肺、肝 和甲狀腺 鋁也是一種神經毒素 就是傷害我們的神經系統 鋁也會破壞我們的血腦屏障 我們上一集剛剛提及過 鋁也會破壞我們大腦的血腦屏障 還有很多很多 我想我不再讀了 如果你上網查會 會有一連串很長的害處 還有一樣要提及 鋁本身是毒 水銀也是劇毒 原來如果是鋁和水銀一起吸收 是會令到毒性強了一百倍 這就是所謂的雞尾酒效應 我們今天就不是教 chemistry 不能夠逐個逐個跟你說 接著我們講第二種 也是很常見的 在Champ Chiru裡面的重金屬 就是barium 杯 杯 如果溶在水中 就會對人體有什麼害處呢 會導致呼吸困難 血壓上升 心律不正 胃部不適 肌肉的軟弱 肌肉的軟弱 即是肌肉沒有力 又是會損害到神經系統 會破壞你的腦肝腎和心臟 全都會打殘你的身體 譬如你吸收過多了個胃 會導致心臟病發率增加 嘩 真是有很多很多害處 其實我們只講了兩種 我自己看手上的資料 還有Strontium、Titanium、Uranium 還有其他物質 糟了 我們先說重金屬 包括Strontium、Uranium是放射性 當然放射性就是有輻射 就像日本核電廠爆炸一樣 令我們很恐慌 就是這些放射性的元素 這個放射性元素大家都知道 被我們身體攝入之後 就會影響你的基因和遺傳的問題 可能就會導致你下一代生出來 可能有智力、殘缺 所以有元素被攝入身體之後 被排出的機會是很漫長的 那你說為什麼要噴這些東西出來 還有一樣就是Titanium 剛才浩瑟說很貴 很貴的 Titanium 其實不是一塊塊 你看得到的金屬噴出來 是要用顯微鏡 很小的 要用顯微鏡才能看到 其實也可能是納米的 要用顯微鏡才能看到 就是纖維形狀 因為這麼小 可以被你的鼻蓋吸入肺 其實就好像那些 我想效果就像石棉一樣 就會積聚在你的肺 就會破壞你的肺部的功能 因此會令你更加容易染上呼吸性的疾病 我就很想問 你怎麼看 為什麼政府要噴灑這些毒 這麼有害的東西 去毒害我們的市民 其實應該還要介紹 除了重金屬之外 我們還有一些在Camp Trail發現的物質 有六種細菌 當中包括了碳醉菌 一些神經病毒 肺炎的病菌 還有九種化學物質 例如綠化物 另外還有四種煤菌 七種病毒 兩種痣癌物質 三種疫苗 還有兩種鎮症劑 這應該是毒品的雞尾酒 你吸入一點都不死 真是包羅萬有 他真是怕毒你不死 所以我才覺得 我有這個疑問 究竟他想做些什麼 因為除了其實 不是 我剛剛想起 剛才好像隱約一樣 聽到有疫苗 是的 政府這麼好心 幫我們在大庭 免費接種免費疫苗 是的 你也知道疫苗 其實有很多害處 其中一種的害處 就是會影響你的免疫系統 有些疫苗甚至是會 導致你的遺傳基因突變 其實我們看到其中一個 很大的目的就是 要令你們普通的市民有病 其次就是影響你的生殖能力 令你下一代的繁殖率降低 那我就不敢一錘另音 究竟是有什麼目的 其實除了剛才說的 那麼多重金屬 剛才說的疫苗那些不同的細菌 Bacteria的東西之外 我搜集到的資料裡面 還有一些非常之高科技精密的裝置 我們可不可以hold住 可以 細菌病毒還沒說完 我就是想怎麼說 其實包羅萬有太多 我們如果每一個環節 我們是不是真的想著 每一個這個細部分要 我真是怕開四五六集 所以我就覺得 我們是不是現在叫做總概略 大概將我們 Bacteria 金屬 我們都是很簡略的說 但簡略的 還是很多東西要說 譬如剛才提到的毛菌 毛菌有什麼害處 毛菌就會釋放一些毒素 叫做Mycotoxin 譬如我們先那兩集說到花生油 粟米油 其實你知道花生和粟米 如果發了毛 也會有一些黃曲梅毒素 其實黃曲梅毒素就是一種Mycotoxin 有一些真菌 有一些毛菌發出來的毒素 其實Camp Trail裡面 就有很多這些毛菌 他們也可以在大自然播放這些微菌的毒素 沒錯 為什麼我剛才要加插說一些高科技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很想帶出一個重點給各位聽眾聽到 剛才中原野草和我帶出來告訴大家 這麼多的物質 都是一些我們已經認知 了解在這個自然界裡面 存在我們認識的一些物質 但是在我自己搜集的資料裡面 在Camp Trail噴灑完之後的一些雪山積雪裡面 我們找到很多根本是我們不認識的一些物質 而裡面的物質就涵蓋了有很尖端的科技 其實就是可以回應我們上一集說過的那些納米的一些晶片 還有一些新化工程改變了一些東西 這些東西比較... 我想我們要這樣吧 一定要多一集的了 那我們在下一集就會多一些遇到在這裏 那這裏我其實只想要有一個引子 就是一個覆盤 大家要知道呢 概要有些什麼 好還有一些什麼 這麼惹人害怕的野押 野草力這麼緊的一定要說出來 好 其實剛剛浩瑟說有很多非天然的 即是我們大自然很陌生的東西 其實你也可以包括細菌病毒在內 因為很多這些現在經常 使得我們生病的細菌病毒 其實都不是天然的 其實都是在實驗室製造出來的 Bioengineer 即是基因改造過的細菌病毒 其中一個散播途徑 就是靠CAM-TRAIL 除了一些細菌病毒、MOL菌之外 還有一些纖維 而這些纖維在地球上從來都沒有見過 是一些很奇怪的物質 是的 還是五眼六色 還有它是可以自我複製和生長 五眼六色有些什麼顏色 有些是藍、有些是紅、有些是白 還會有些是發光的 這些紫維、纖維的組織 其實再嚴格一點說 它是有頭有尾的 你在說的是什麼病 我都沒有聽過這些東西 這些物質主要發生在很多噴灑CAM-TRAIL地域 那些人口裡面已經有數千的個案 是的 以美國為最多 你是不是在說摩吉隆病毒 中文名叫做摩吉隆斯症 摩吉隆病毒 染染這病的人以美國最多 而美國之中以三個州份是最多的 包括加州、德薩斯州和佛羅里達州 而染上這個疾病的人通常有些什麼症狀呢 症狀大家可以聽說 他經常感覺皮膚很痕癢 其次就是 他的傷口爛了之後 就很難遇合 很難關閉口 其次就會導致他有一些病徵走出來 例如睡得不好 經常失眠 另外也會皮膚紅腫 非常痕癢 他們自己形容的感覺就好像有條蟲在皮膚下移動 去移動 所以覺得是極度含養 因為你批評表皮而已 但他在皮下移動 而如果大家自己去Youtube那裡去看《Gulland Disease》 你見到直接肉眼都拍到 拍到出來 是真的你看到皮層是有這樣的移動 所以其實有些人去看醫生的時候 醫生就說你現在患了一些叫做寄生蟲妄想症 但是很多時候這個病 並不是跟寄生蟲妄想症有關 因為他們拗爛了皮膚之後 他們會發現真的有些纖維走出來 還有他會發現自己的關節有酸痛 頭髮大量的脫落 體力有下降 更加會影響到他們的記憶是會衰退的 所以如果你發現有這樣的特徵 你就很可能是患上這個Morganan Disease 而那些這樣的膚質 它慢慢在你的身表皮裡蠕動的時候 有些是會轉出來的 當它轉出來的時候 你是想撕它出來 但是抽它出來的時候 你會引致極度的痛楚 其實這些患者 他們都真的將在自己身體中找出 抽到出來的纖維 是帶著一起去看醫生 但是通常醫生就說 這些都是衣服的纖維 不會是你身體那裡找出來的 人的身體怎麼可能有這些纖維 是衣服的 一不是就是你的幻覺 所以就轉介你去看精神科醫生 當然這些病症一宗 醫生說兩句說你妄想 就叫做灑過 當有兩宗三宗 然後去到幾百宗 去到幾千宗 的時候 你就不可以不正視 它真是一個特別的現象 其實這個Morganan Disease 全球的案例從2006年開始有一個統計 2006年有二千宗 去到2007年就一萬宗 2010年就超過三萬 現在就2013年 在全球統計的案例 是超過十一萬宗 包括地方現在不單止在美國 中國、加拿大、英國、澳洲、新西蘭都有 而美國是最嚴重的 是五十幾個州份都有 即是說你住在美國 每一個省份都有這個病例出現 連中國都有 中國都有了 已經開始 你想想 這些這麼患疾 根本就是藥食無寧的一些絕症 都可以說絕症 因為你醫不到 當然是引來很大的關注 有很多人就用很多自己想出來的偏方去治療 但到現在都沒有一種有效的治療方法 你們有沒有看到什麼治療方法可以面對處理 最初期一些科學家和醫生就認為這些可能是細菌 病毒 甚至乎是一些自身免疫力的問題 他們嘗試用一些抗組織胺 或者是類固醇 去給患者服飾 但是完全都不見效 即是仍然病況很嚴重 有恆養 仍然找到這些纖維在身體裏面遇動 即是他們不再當這些是精神病了 就真的承認它是一種實質的病 如果這樣 我想叫做什麼 活狗當死狗醫 都要找些東西給它吃 去處理它 但你真的不可能再當它是精神病 因為這麼多人 而且那些傷口是很明顯看得到的 那些纖維都是很明顯看得到的 其實當中好像還有些人死亡 國安 不過當然 是不是摩格蘭病毒 整死它 還是精神的虐待 引發其他的病發症而死呢 有時死了 你真的很難去概觀定論 究竟它是因為摩格蘭病毒 還是其他的病 而其他的病 也可能因為摩格蘭病毒的理由而引起 補充一下 其實那些纖維 亦都有人拿去給FBI的法證官化驗 那真的認不出是甚麼的纖維 我自己的首集資料裏面有一個網站 我建議大家都想去看的 就是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 因為他發覺所有的衛生署 傳染疾病科 所有那些應該去處理這件事的組織都不去做事 那他們就自己去聘請一些化驗員 就去將這些纖維的組織 就拿去顯微鏡底下研究 那我發覺很奇怪 這些 即是當 那些纖維本身已經是奇形怪狀了 即是一些根本我們地球沒有的物質 那這些這樣的物質 這些這樣的纖維 沒端那裡原來在顯微鏡底下 是發覺有些六角形的晶片 這些六角形的晶片 究竟是甚麼的東西 就肯定不是天然間裡面會發現的物質 那裡面原來有一個很複雜的複合成份 是已經去到一個納米科技的層面 這件事我想我們一定留在下一集說的 其實美國官方他們都正視了這個問題有一段時間 那美國的疾管局 即是CDC 他們在 我補充一下 其實我猜是一個前後的問題 因為剛才我說的 Karnikkoninstitute.com 他自己做的研究的時候 政府是沒有人理會的 沒有人肯當是一件事這樣去處理 所以那些民間的團體就自己去做了化驗 那當然 當那麼多人做了一些事的時候 他一定去回應 那剛才CDC裡面是怎樣 他們做了些甚麼的研究 是的 那CDC傳名就是美國的衛生局的疾病管理局 那其實他在2006年的時候就開始 就很慷慨 撥了一百萬美金而已 去研究這個病 那他希望兩年之內 去交出一個報告 告訴別人這是一個甚麼的疾病 但現在去到2013年 美國那方面 都沒有去一個很詳盡的報告 或者解釋到這個病的成因 醫治的方法 所以其實一直是軟空的這個問題 其實民間有很多不同的組織 都曾經去將他們這個病例 一些關於這些纖維的組織 拿回去給官方的化驗 但他們都說因為沒有任何的特徵 或者做不到任何的事情 是調查不到究竟這個病的原因 即是掛名去做一些事情 其實根本做完之後就沒有回憶 要先處理 其實這個Morganan disease 都要說回他的歷史 就是在2002年 其實在加拿大一個名叫 Mary Lettow 這個女士 因為她有個兩歲大的兒子 就幻想了這個病 然後就引起了傳媒的關注 等等 現在鍾然說的是真真正正 以前那種妄想症的Morganan disease 跟我們剛才說的那個Morganan disease 是有纖維的問題 是第二種病 不過我們說回那個病名的本源 是的 沒錯 同時坊間就成立了一個Morganic Research Foundation 就是一個叫做莫吉隆斯的研究基金的網站 這個網站成立了之後 就成為很多病患者 他們唯一去搜集自己個人 或者是民間資訊一個途徑的方法 這些纖維我看回來的資料 其實都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它們叫做Cotton Ball 就像一個棉的球一樣 就是一團團白色的纖維纖維一塊 第二種就是又藍又紅 就是很多顏色一條條的纖維條 另外還有第三種就是很奇怪的 就像外星生物一樣 就是一條透明的管 但是頭部就有一個金球 這三種的纖維 都是在患有莫吉隆斯病症的人身上 可以找到的 我們有沒有串過Morganan這個字出來 如果聽眾是想去自己搜集 好,Morganan就是M-O-R-G-E-L-L-O-N-S 我們其實已經第二次都說到近尾星 好像還未入到一些非常恐怖陰謀的核心部份 Morganan也不夠恐怖嗎? 有些更恐怖的東西 其實Morganan在中原 是不是還有東西想補充?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究竟這個病又不是我們過往的歷史可以找到 以及究竟這些纖維是天然還是來自大戰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們就透過一些數據顯示到 有些人曾經把他們身上拉出來這些纖維 給化學實驗室去檢測 那些科學家就嘗試將剛才好像是野草所說的 那些帶有金球的纖維一條條的用火來燒 誰知道它可以承受1400度的高溫 你想想 這件事會不會存在在身體裏自己製造出來呢? 這個自然界都很難有這些東西 真的是外星生物來的 還有他們的身體或纖維裏發現一些金屬的物質 你想想這個好像是一個複合的纖維裏 裡面既有這個生物的特性存在 但是也有一些人為的物質裡面 這種這麼微細的稱之為纖維 我想我除了用這個納米技術可以製造出來之外 我想在大自然界很難找到一些 又有artificial的又有金屬的 但是又有油膽白色所造成一些這麼奇特的新的物種 我相信這件事不會在人體自己製造出來 又或者在大自然界 因為可能傷口感染 進入了身體裏面 就產生一些這麼特別的纖維 這些這麼hardcore的資料 我們真的要詳細去講 我們今集主要講了Camp Trail是什麼來的 以及Camp Trail裡面有什麼恐怖的成分 但是其實還有很多問題我們需要解答 包括了為什麼呢 我們很想問為什麼我們可愛的影子政府 會這麼有愛心地為我們設想 就是給我們這麼多東西享受 為什麼他們會給我們這麼多東西享受呢 背後的目的是什麼呢 背後有什麼陰謀呢 我想我們今集真的講不完 不如我們留待下一集我們開Camp Trail 2 再講 下星期再見 好 下星期再見 下星期再見